中国未来挺好的 现在很多人在走向 有时候宗教的 很多人在探索生命的 不是说佛教的心圣 并不是说有多少人去信了佛教 他佛教的理念 他心圣是到最后是说 有多少人把生命的轮回的解脱 作为了他生命的追求 有多少人在开始探索生命的意义了 如果你觉得你的生命 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的问题 而且开始思考 我能不能从生老病死中解脱 从轮回中解脱这个问题 然后或者是从物质层面的满足 到精神层面满足 最后到灵性的满足 就是你在渴求灵魂的满足的时候 那佛学这个佛法就开始兴旺了 就是说你也可以观察 现在的很多人已经开始关注这些东西 就是心灵的成长 就是这就像你说的 比如不过这个世界 反腐也罢去反腐败也罢 或者是做伪劣产品等等这些豆腐杂构 其实真正的到最后说是社会的主流 人们把这个自我的完善 以为成为这个整个社会的主流了 不是拜金啊 20年以前 10年以前 很多是拜金啊 就有金钱至上 金钱万能的 就是你有钱什么都行 说了算啊 什么都能做 就好像能买到一千 那未来慢慢的很多人就觉得 2012年以后 很多人会觉得 人格的完善才是主流 就是说 看你的品质素质 看你这个人有没有诚信度 看你的这些东西 作为整个社会 人们开始追求人格完善了 那这个时候 所有的人们就开始 他做了那些豆腐杂构 他做了腐败 他腐败以后 他会内心忏悔 他会自责 他会觉得他弥补不过 就是他犯的那些措施 没有办法去 就伤害了别人 对不起别人 对不起对国家 和别人的伤害 是没有办法去弥补的 就是他内心会财 会自责 就这个时候呢 这种东西就杜绝了 就是说心灵的进化 佛学是把心灵进化 作为环保项目来做 就是说 如果心灵进化 不到这个程度的话 自私啊 他有私信的话 那些只要有机会 都会做的 只要有机会 他就会腐败 只要有机会 他就会投进取巧 给他困到机会 除非你说你那个 你研究的那个里边 就没有任何 没有任何让他 游戏规则很准确 没有他腐败的可能 就是完善国家集团 这是一个方面 就是游戏规则 完善游戏规则 还有就像国外说的 他犯罪的 他破坏游戏规则的成本很高 他如果破了 可能会派死刑或者是什么 他成本他 这两种都可以 但是呢 我觉得就是如果一个国家 他最终想杜绝这些 就是必须是心灵的进化 就是提升到一个心灵的进化 但这个其实不需要是宗教信仰 就是从心灵的进化角度就可以了 就是说 而且是所有的这个世界的人 都认为人格是第一位的 就是不再被物质或者是这个世界物欲 很多东西控制 就是把人格完善成为了社会主流的时候就可以了 从来 可以 感谢 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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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码 按 国 亚 人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